凌晨2点多 池龙中路大概在这个位置 只向工厂 我只是来这里工作 3月19日1点30分左右 山西朔州又发生了一起酒房锅炉爆炸事故 地点在朔州女人街平硕南路 目击者称当时附近居民正在午休 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 酒房的店面就被严重炸毁 酒房店铺二楼窗户被炸出大洞 街道上布满碎石 现场一片狼藉 3月20日 山西朗尔州 又是个腾车干了 烧得浮浮浮浮 要不然是哪个人死了 滚烟烟烧气差不多死不到他 听到有那个那个消防车的声音 好几辆那个浓烟滚滚的 有很大的那个垃圾味 就是塑料那种很杂的那种垃圾 就焚烧的那种垃圾 不知道有没有人困在里面 现在有那个有淡烟很淡 还在烧着很慢火啊 不过去救人车里 你们 这是 龙京小区楼上 刚刚 发生火灾 火事 越来越凶 看嘛 开始还什么严子 这儿全部烧完 可以听烧完 19日上午 浙江泰州和辽宁瀋阳 发生蓄意状人事件 导致多人死伤 当晚北京又有车辆状人 行人 电动车倒下一片 伤亡不明 据称厨市地点距中南海仅三公里 北京交警通报称 事发3月19日19时40分许 一辆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后 驶入东城区宽阶路口 非机动车道 并与多辆电动车发生碰撞 造成多人受伤 驾驶员已被控制 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网友质疑当局的对于事件的描述 那是碰撞吗 那是冲撞 网传视频显示 在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 一辆黑色汽车冲入非机动车道 将行人 电动车撞倒一片 许多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现场到处是血迹 视频中可见 肇事男子撞人后十分嚣张 还下车指着围观民众叫骂 北京交道口就在故宫侧后方 据传出事地点距中南海仅三公里 后续视频显示公安已经到场 用蓝布遮挡出事现场 官方对这一发生在北京市中心的恶性事件 全面噤声且迅速删除在网上热传的视频 据中央社报道 记者晚间九十三十分抵达现场目击 事发地现场已大致清除完毕 但仍有多辆警车与警察助手 被问及此事发生什么事 警察大嚷没事赶快散了 没发生事情 并要求一些民众把视频删除 许多民众拿着手机录制视频 有现场目击的民众 说是从低安门东大街就发生冲撞 还有现场民众嚷了几句社会性报复 记者在现场观看时被查证件 并要求赶紧离开 据路媒南方都市报 二十时三十分前后 网上开始流传交通事故照片 一辆SUV撞倒多辆电动自行车 车身被撞碎 也有人员受伤趴在地上 二十时四时左右 南斗记者在现场附近看到 事发路口位于交道口南大街 和张子中路交界处 此地是北京市的中心闹市区 附近有南罗古巷、鼓楼、烟带斜街等知名景点 网传视频显示 场面惨烈 一辆黑色汽车冲撞飞机动车道 造成多辆汽机车被撞翻 许多人被撞倒在地受伤流血 网友们纷纷质疑驾驶员的动机 有网友惊叹 这是一天内第三起曝光的疑似随机 3月19日上午 浙江泰州职业技术学院校区内 发生车辆冲撞行人事件 目前至少造成三人死亡 十六人受伤 有知情者透露 赵氏司机是该校学生 因毕业不了报复学校 根据网传多个视频显示 现场有近十名学生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有学生倒在脚踏车边 一辆黑色车辆 车头和车身严重受损 一次还撞坏了停在路边的车辆 3月19日 台州市警方通报称 19日11时20分许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发生一辆 小型汽车连续碰撞至多人受伤 目前 赵氏司机已被抓 但官方通报没有提及受伤人数 只说多人受伤 而官媒报道的标题是 台州一高校发生汽车冲撞行人事件 网民西游游游游游游游 下滑线又说是行人吗 明明撞的都是学生 还是在学校里 警警通报都不敢报人数 是怕上热搜吗 目击学生队新京报表示 事发下课时段人流量大 事发地在教学楼附近 照示车辆速度很快 没刹车 撞到多人后 撞到十吨才停下 现场有多人受伤 按规定外来车辆登记后入校 质疑学校门卫管理不严格 台州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一名工作人员对陆媒表示 大约在11点30分左右 的确有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因车祸受伤的学生被送来抢救 目前医院正在抢救当中 具体受伤人数院方还在统计中 3月19日上午 辽宁沈阳铁西区发生一起严重车祸 现场多人被撞倒地不起 事故至少造成三死二伤 19日上午 沈阳铁西区凌空二街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根据网传视频显示 现场一片狼藉 黑色肇事车辆逆向停在人行道上 车头撞到电线杆上 车头和车尾严重损毁 现场有多人倒地 有过路男子被撞 脸上等处流血 一女子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前面不远处也有人倒在地上 路边有多辆车被撞受损 自行车电动车被撞成废铁 破碎的车身零件散落一地 还有视频显示 黑色轿车车头撞上电线杆后 已经凹陷 安全气囊弹出 副驾驶上放置一瓶钢制气罐 大碗新闻报道 事故现场一位商户表示 早上事故发生时 还不到六点 就在我们店门口 事发时都还在楼上睡觉 就听到砰一声 在家里能听到老大声了 这名商户说 听说是撞死一个重伤两个 现场受伤的人已经被120拉走 受损的车辆也都是周围邻居架的车 大概有四五辆吧 刚刚也都拖走了 一名女商户告诉顶端新闻 事发后她七点左右到达现场 地上很多血 目击的客人说 被撞的是在旁边公交车站等车的人 我到的时候 现场还在拖车 并没见到肇事司机 被撞的都是附近商户和住户 停在路边的车 3月19日下午 沈阳市警方通报称 19日六时许 在沈阳市铁西区凌空二街滑翔路 与飞翔路之间路段 一辆小型轿车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一人当场死亡 两人送医后死亡 两人受伤 目前 肇事司机张某 男 26岁 已被抓 3月19日 山西一高速公路 发生特大车祸 目前至少造成13人死亡 据中共官媒央视新闻报道 3月20日 从山西高速交警霍西 19日14时37分许 距五九湖北高速 北湖方向 西加塔隧道内 发生一起大型普通客车 碰撞隧道壁的道路交通事故 造成多人伤亡 报道称 事故现场造成13人死亡 多人送医院救治 发生事故大八围河南牌照 事故发生时车上有51人 但报道没有提及受伤人数 周二 香港立法会 火速通过了《基本法》 第23条立法 其中包括 对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外国干涉行为 进行严厉惩罚 并将拥有或泄露国家机密 定为刑事犯罪 75名跨党派国际国会议员 和公众人物 发表联署声明谴责 呼吁支持香港的各国政府联合起来 反对这种公然违反香港《基本法》 《中英联合声明》 和《国际人权法》的行为 批评这一立法 将进一步威胁香港自由 重击香港经济和金融 该法将于3月23日生效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视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 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 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RMB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